这个是档桂,还有就是这个Purple 这两个色的尺寸香味会比较小,2cm 可是一样,助理都是穿得到M,只是会比较服贴 我身上穿的是Pain color,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 一样,把前面是这样子的小V,刚刚好V 不会太低,V是刚刚好 它下摆,它这边就刻意这样子破开了多一层 它不是那种Fitted的,它属于小灯笼这样子的款式 前面这样子V,然后这边这样子破开一层,袖子呢 就这样子翻着起来,已经定位在那边了,隐藏拉链 是在后面由上往下,一样是由口袋 虽然说青盒子尺寸比较小,助理一样是穿得到M 没有,就是M3,只是我的腰是比较贴的,可是这个一样是水大反例 你拉的话是还可以拉得到 所以说整体来讲,这个款式呢,腰围跟上围啊,根据尺寸多一个2cm 然后呢,它这个下半身,它是一个灯笼的裁剪,不是贴身 所以说,给那些说,不要在下半身啊,下围这边是贴身的 这件事非常深,而且这样子灯笼的裁剪,下半身也是蛮久了没有? 我们之前是可能一个小A之类,这样子的是比较 或者是比较flare,或者是比较大的A,这个是一个小灯笼的裁剪 然后呢,身高160整体穿起来的长度就这样子啊,也是一样啊,乞丐以下的长度 这个款式是全新的款式啊,之前是完全没有过 所以说这个长度啊,老师,是非常的适合 我是穿着M size,然后三个是我都能穿得到M 只是说粉色来讲,腰面就没有像青色来的这么的贴,我穿在我身上哈 OK,我是穿着粉色,你要非常显白的话,你可以考虑戴着粉色 是否那些不想穿太贴身,可是又不想穿flare的,这一件非常适合 要下白,keep这个partner属于一个灯笼的款式 OK,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 有口袋啊,左右两边口袋是functional 然后长度穿在我身上,就稍微一点点比loni 面料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OK 它特别就是它这一些材质,你看它这边这样子破开一半来采 然后在这边再破一半来采,两个,这边有两个小的有口袋,OK 所以粉色,比较显白的颜色有粉色 可以比较添哦,我觉得粉色,如果是你们衣橱还没有粉色的话,带走这个款式 因为今年是非常流行这样子的颜色 然后它的粉啊,大家不要担心说,太小女生的感觉是不会 所以说,要找粉色的裙子,这一期是唯一的一个款式 所以说,请带走这个粉哈 来,我换了紫色,OK NDA77啊,价钱是80 最小的嘛,是从S开始,注意到是去到XL啊 尺寸跟助理一样,虽然说,青跟紫,cutting比较小 可是三个色助理一样是穿得到M的 可是就是,青和紫穿在身上是比较服贴 没有这么多的,多余的空间,OK 我换了紫色,size是S到XL 想要穿的,怎么说呢 如果你不敢穿的太粉的话 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紫色 Among三个色里面最深的色 就是助理身上穿的这个青色 拉链是在后面由上往下啦 有口袋,面料一样是西装布,面料有弹性的,OK 特点就是刚才讲的,它这边这个,左右两边这个折 然后这边这个cut 还有就是它这边,它再破多一层这样子来吃 后面也一样啊,这样子有破线来吃 所以它会挺在那边,然后挺在那边 然后有一点小灯笼的感觉 不想穿的太包囤,然后又不想穿flare的 这一期可以考虑带走这一个色 我们还有多一个款啦,我就不换青色了 助理穿的青我就不换青了 最深的色有青色,OK 最深的色有这个青草青 然后最前最显白的颜色就有这个粉色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这个紫色 MDA77价钱是80 S到XL3 这个色,助理都是穿得到M size,OK 然后我就放最后一个款 今晚的最后一个款是裤裙 应该说是裤子 可是Lightning是裤子版 OK,Lightning是裤子版 PSP36价钱是69